判他坐牢又要被人骂,不判他坐牢就稳固点,没有人上诉 给观众知道法律界的情况,官其实是很不喜欢自己判完案出来被人上诉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周浩廷的YouTube频道 今天有很重量级的嘉宾,不过介绍之前都是那句,请大家继续订阅分享留言广传我这个YouTube频道 希望正义的声音可以广传,今天我们又请到另一位很重量级的嘉宾上来 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他讲,为什么听他讲呢?听他讲司法机构里面一些内幕 或者过去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我们请到前裁判官王宇荣大律师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王宇荣,谢谢你先。没这么说,我很高兴能够来和他谈论 谢谢你思不宜迟呢,我想我们很多观众其实都想听你分析一下 最近有一两个情况,我们先说,很多案件,我们自己做法律界,我做律师,你做官,大家明白 其实在一些量刑的安排上来说,现在经过这次黑暴之后,都看到很多问题 包括有些官,不知道他因为什么理由,或者他理解法律原则都有问题 结果有很多案件就轻判,轻判完出来就被人的观察,结果鼓吹了一些违法行为 其实说到判刑,主要都是有几个原则的,预防,预防罪案发生,阻撼,惩罚,还有最后的元素就是更新 令到罪犯本身有一个机会改革,其实围绕着这四个原则,我们有很多好法官的 但也有很多法官的逻辑思考是很不切实际的,这些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当时自己做官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案例令到我们很多法官都跟随 因为跟随这个案例就刚刚达到刚才我所提及的四个目的 那些案例就是说,有时在适当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对于一个犯罪者是初次犯罪的 但是他所干犯的控罪又属于偏向严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很短期的监禁,用那个案例里的原文的形容词 他就说,有时给被告人听一下所谓clang of the prison gate 就是让他听一下,原来进入到监仓,山那里铁闸那里门声 很有一个警惕的作用,对于社会来说有阻碍的作用 一个短期的监禁有更生的作用 所以这个原则就令到我们很多法官都很同意 但是似乎近期所谓近期都维持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个原则就没有法官依从 是的,好像最近几宗都看出来,好像完全迷离了 譬如有一件案件,扔了一些饮品到一个宿舍那里 纪律部队宿舍那里,罚200元 可不可以达到判刑那四个主要目的 我个人觉得不但不能达到那四个目的 而且似乎好像在鼓励市民 喂,你儘管做吧,罚200元而已 而且还有一些案例就出来,有另一条原则 就不是clang of the prison gate 现在呢,上级法庭就说 你与其判一个被告人一个短期的监禁 不如不判吧 于是乎就令到很多法官很迷惘 判他坐牢又要被人骂 不判他坐牢就稳固一点,因为没人上诉 官很怕被人上诉,这个可能都给观众知道这个法律界的情况 官其实是很不喜欢自己判完案出来被人上诉 内部就是一个叫三级制,可能外人就不知 三级制的方法评论法官的判词 就导致到那个裁决定罪率应声下降 令到被告人所面对的刑罚是极度宽松 因为没人上诉 于是乎这个风气就超过十年了 但是这样就真的搞坏了 是啊,没错,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我们若果做法官的太过依赖公众的评论又不行 但是置诸不利也不可以 两者需要取一个平衡 但是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现在司法部 特别又是过往十几年 就是很不喜欢判刑或者裁决的法官 就写得太过现实,太过真实 比如我举个例子,有一件案件 那个被告人因为经常赌钱又吸毒 就向自己的太太和自己的太太的爸爸妈妈 就是爱父爱母,就行劫 这三个证人作供的时间 其实他们就将这个被告人的背景 犯案的目的都说出来 综合于三个主要证人他们的描述 就是说这个被告人他的行为根本上是 又不像人又不像鬼 于是乎官就说用非人非鬼来形容这个被告 上诉庭是很不喜欢的 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就认为是这样 有时你不将那件案件的灵魂写出来的话 上诉庭你看不到那个灵魂,看不到那件案件的精髓 自然你就感受不到那个受害人的感受 当然啦 当然啦 自然就会轻判的啦 我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好看那些受害人不值的 为什么呢 有很多案件的确是那些受害人所面对的压力 特别是要出庭作供 是呀没错 很大的 但是作供完毕之后换来的原来那个被告人 要么就获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要么就 获得很轻判 是的 轻判到那个程度是不可以接受的 讲到这里呢 那我又扯远一点点 证师他有一个约章的 是 那个约章的题目就是叫做 罪行受害人约章 那么这个约章里面呢 他就说在一件案件里面的受害人呢 他是有权向法庭作出陈词的 那就是让法官知道一下他的感受 嗯 譬如有一个被告人 因为追走驾车 撞死了一个很好的爸爸 所围落的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太太 一个年幼的孩子 那么 那么这两个人呢 就主要是依赖这个死者维生的 那么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写判词 嗯 当然要写得比较上 深入一点的了 要描述一下受害人的情况 的情况 没错 那律政司有这样的约章 但是我们在香港 法庭又不主张 我们 不要说听受害人的陈词 就算你写得深入一点 法庭又说你先程 他又说你太过先程 那 于是乎很多案件就没有了那个神髓 那里面是没有那个情感 没有那个灵魂出来 嗯 有时又这样问 既然有一个约章在这里 法庭又不 又不让受害人说话 控方又不要求法庭听受害人说话 那要那个约章来做什么呢 即是一指空文 但是没有执行 是的 有时看起来 哇 真是香港的法律制度 真是没得受害人 你看文件就 但是如果我们一心进去 看看背后 事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 真的做不到 香港人特别是 很喜欢美国啊 英国啊 那美国啊 我们有大部分的州啊 就真的容许那个受害人呢 出来说 说回他的那个感受 是是 嗯 才由法官作出叛应 但是香港呢 就刚刚就相反 他就压制了这件事 嗯 所以呢 究竟香港这个制度 和现在法官他们的思维 是不是故步自封呢 那我们应该要重新考虑一下 应该要重新考虑一下 嗯 刚才呢 王冠就很清晰地说了很多案例 一些弊病 那也都简单回去那个量刑委员会那里 那 王冠你就曾经就提过说 我们是应该要有量刑委员会 这个是参与英国的做法 没错 那sentencing council就是说呢 由这个量刑委员会 就着每一个案件 清晰地说清楚 怎样去量刑 就着某些案件 我见呢 他分得很清楚 范围ABC 即是哪些因素要放下去 要判得重些呢 他就很清晰的 嗯 就希望那些法官呢 就跟回这个量刑委员会的那个标准呢 做呢 就希望不要再有这些太过多的偏离 那王冠你觉得这样 是不是都是一个方式去处理 哦 其实这个表表姐呢 做得最好的其中一个地方呢 就是苏格兰 苏格兰 他那里有一个量刑委员会 就由12位成员组成的 嗯 其中包括部分的呢 就是非法律界 从事的人员 是 换句话可以听到公众的声音 那就好了 嗯 而且呢 这个量刑委员会呢 他还分开两个主要的部门 是 一个就是常设性的 是 就是经常在那里看着那些法官判案 他们究竟那个判刑是否公平是否过欢或者过嫌呢 是 这个就是常设性的 另外有一个部门呢 就是任务性的 就是譬如好像香港那样 是 是 喂 人家 人家 是 已经成立了十几二十年了 是啊 香港完全是没有任何参考和没有任何步骤想着去做的 没有啊 就我所知是直接是零步骤 哎 我觉得王冠这个很明确的建议 建议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说 我想我们作为立法会议员也都是协助都要推动这件事 应该的 也都这么说就是说这个所谓量刑委员会也都解释了给观众听 就是 其实现在如果律政司呢 他要做那个刑期的覆核呢 他才会踢足到那个法庭 可能甚至会会改动现在那些量刑指引的 是啊 因为法官本来就是法庭去订了量刑指引 如果律政司自己不去做那些刑期覆检呢 有时就松了又没了一单的了 第二件事就是说 如果只是靠现在的法官的处理呢 由于出现了这么多偏颇的情况呢 大家都未必很信服 所以呢 量刑委员会呢 我们都认为始终呢 是应该要开始着手推动 没错 最起码都要开始研究一下 是啊 那今天呢 我们很开心请到王冠上来 刚才和大家做了很多分享啦 那还有很多说话呢 都要和王冠讲 都想听他的分享的 那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youtube频道啊 希望大家继续订阅分享留言 和广泉我的youtube频道啊 今天讲到这里先好吗 好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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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